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的每一字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一根妹字,内外的妹。 妹字的国语作音是,那爱妹,四声妹。 内,四声妹。 内就是里面,孟子告子篇,有诸内必行诸外,这是说一个人的内在, 有些什么必然会从外在的言行之中流露出来。 由于这个意义的延伸,所以凡是里面的都可以叫做内,如寝室叫做内室。 汉书朝错传,如家室有一堂一内,这一堂一内就是今天所谓的一厅一房。 另外,妻妾妇女也叫做内,如周里天官,便外内而实际。 全句的意思是,分辨外人内人,以定其非识出入。 原来古代外指的是男子,所以妻子称丈夫为外子,而内指的是妇女,所以丈夫称妻子为内人。 内又有亲近之意,如一经匹挂,内君子而外小神,就是要人们亲近君子而疏远小神。 要特别提出来的是,内这个字虽然是个非常普通而应用广泛的字,但是有很多人却把它写错了。 因为在君字的里面是个入字,而不是个人字。 因为内本来的意义就是入的意思,而且也收录在入部。 下面,再为您介绍几个同样是容易被写错的字。 一个是全字。 全字本来是完美、完整的意思。 引申有具备、统阔、平安。 全也是我国的姓氏之一,但是全字的上面也是个入而不从人。 另外还有两、闪、纳、纳、纳。 给大家看。